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次要跟大家說 哪些人是不宜買樓的 首先是你自己是單身 像我一樣單身 為何不宜買樓呢 因為你要知道你退休的時候 如果得動樓 到時又要按回銀行 首先要知道第一件事 買樓的利息支出其實是好用的 傳說中買一棟樓 你的利息差不多等於另一棟樓 這樣就不太誇張 但是差不多了 尤其是頭幾年都是公息 如果當中的利率越高 你公得越低 而且你差不多可以 100-80左右 你差不多可以供半棟樓 如果你是單身人士 又沒有結婚 又沒有子女 萬一你必顧必顧 你留給誰呢 你是留給親戚朋友的子女 或者是親戚朋友的 那有沒有意義呢 如果你結婚 你也是留給兒子女 但如果不是 你是留給親戚朋友 不是啊 樓可以升值 你都搞清楚 你貴買貴賣 或者是便宜貴賣貴賣 因為你始終賣了一層樓 你是升值了賣了一層樓 但是你都要找另一層樓去住 那你不就租房子 要不就再買另一層樓 有些人會買一個更大 有些人會買一個更小 除非你是買不同類型 或者不同等級的樓 如果不是 當你那個樓升了50% 你其他樓也升了50% 如果是同一質素的話 那你不就是 由一個大單位換一個小單位 然後可能 收回來的貨幣 都可能未必足夠 你買的單位的升值 所以就說 除非你是說 我買了一個很漂亮的樓盤 公斷了 我老了 我就升值了 就賣了它 然後我變相住一些唐樓 或者一些村屋 買一些村屋 或者買一些唐樓 或者一些三線 四線 很舊的樓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搞清楚 如果越舊的樓 它維修費越金 還有為什麼不適宜買樓的人 你不要想著 我剛剛好 寄過了 我供得起 你搞清楚 你是供不起 因為如果你租屋管理費 那些是不需要的 但是你供樓的 你首先 你有每個月管理費 第二 你要計算 它如果一有大系維修 你業主要突然間 偶一塊錢出來 你越貴的樓 維修費越貴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是不是有一塊這麼大的資金 到時突然間 業主立惡法團說 我們要維修了 那時候你是吐得出來 很多人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要買的時候 你首先要看一看 你能力買不買得起 你公不公提 還有 你總共加盟的利息有多少錢 如果我拿這堆錢 去炒股票 我只是租屋的話 其實是否還要化算 你要這樣想 因為你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一層樓 你沒有去由繼承的話 你差日 是會被政府負責的 理論上是會找你的親戚朋友 你一定有些 差日是怎樣 就像薩姐一樣 薩姐單身 我兩個姐姐都單身 那就是沒有孩子 那如果薩姐要留一層樓 買了一層樓要留的話 那就是留給我的表姐 或者我和哥哥和姐姐的子女 或者什麼路 那又和他們不是很熟 還有我又覺得 小朋友是應該自己買樓 而不是靠老人家或者長輩 當然你是父母的肌寧計 但我沒有可能養起我親戚朋友的小朋友 所以我又覺得 你要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適宜買樓 你就這樣算 就算你兩公婆 如果你不想著生小朋友 其實都並不適宜買樓 因為你雖然好像樓市會升值 但樓市跌的時候又怎樣 尤其是剛好的時候 你要知道為什麼會有負資產 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負資產 就是說你一幢樓 你當初升值的時候 他股價500萬 這樣吧 銀行就借7成 7、5、3、5萬 但是萬一你一幢樓 加了息樓的時候 他就會看看你的能力夠不夠 即是你是不是過了壓力關 壓力關通常會是你人工一半是拿來供樓 或者是再少一點的 看看你的壓力關如何 然後可能你三百五萬的時候過了壓力關 但是可能加了息樓 你過不了壓力關 他就要你填回樓 但你是不是可以馬上拿出來 而負資產就是說 有時候樓價跌的時候 他股價可能由五百萬到三百萬 那你三百萬就是七成三二十一 那你就是三百五萬和二百一萬 中間的八四萬 你偷回來 然後他才可以繼續這個購物給你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偷回百多萬出來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想清楚 買樓不是大家經常說 你上了樓先買了樓先 要計一計清楚 計得可以的 那你當然是可以有小朋友 那當然是要買 但如果你算不定 都建議你租住 情願省少少 因為你始終買樓是永遠負責 你反而是租你是不需要永遠 我最多是住好一點和住差一點 但你買樓你就算不吃不住 你都要供樓 要不然你被人收回樓 你又是一向分界 那好吧 這次跟大家說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都喜歡就按like和訂閱 OK 好了 拜拜